行政院援助民族委员会一号上午 是在台东市的援助民文化会馆 举办了援助民族部落 无线宽屏网路的数位应用成果展 透过结合爱部落的免费无线网路 在全台的五个部落 规划完成了旅游路线的影音记录 旅游资讯平台等成果 让游客只要带着手机连上爱部落 就可以轻松的游部落 与会贵宾与楚英文化艺术团 手拉手唱跳圆明歌谣 为活动拉开序幕 为了发掘部落不同的样貌 原住民族委员会结合原住民族部落 免费户外无线网路爱部落 在全国190个建设点 临选出五个部落 其中包括台东大王 夏槟榔马兰以及堪定部落 完成了多项虚实整合的旅游资讯成果 只要游客一击在手 点上爱部落就可以在部落轻松旅游 希望透过这样一个无线框品的建制 让部落的旅游产业文化特色 能够借着这样一个新的科技媒体的一个网路的宣传 然后让外面的人进到部落之后 能够更就近更方便的了解部落的整个文化之美 现在这个Wi-Fi很方便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天花扣的部分 希望他如果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人今天不在家 或者他去做农 做农事 他可以扫描那个Qi-Fi 可以了解 原来我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观 是什么人 他是怎么来 可以了解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努力这个方面 那到时候我们把Qi-Fi 挂起来 大家会更方便 原住民族部落无线宽屏网路数位应用成果展 以观光旅游电子商务为轴心 搭配爱部落无线热点 展现了部落零距离的观光愿景 也让更多人可以看见原乡之美 记者夏佳慧台东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